大家好,我是凯莉 那超声刀对于面部和颈部抗衰老的效果非常好 但同时很多朋友反映做的过程比较痛 那么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在我们力之灵医学美容中心 有一种方法可以有效地缓解超声刀整个治疗过程中的疼痛 那第一种方式就是在治疗的区域涂抹麻药 那这种方式适用于对疼痛不太敏感的客人 那大约有10%到20%的客户在涂抹麻药之后 觉得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有非常大的缓解 如果涂抹的麻药觉得不够 那么第二步就是吸入有效的麻醉气体 让身体对疼痛的敏感度降低 如果经过前两种方法之后还是觉得疼痛 那么我们第三种方案就是通过肌肉注射麻醉药物 让中枢神经减缓对疼痛的敏感度 从而来减轻疼痛的感觉 那可能有极少数的朋友们 觉得前三种都不能有效地缓解疼痛 那么我们有第四种大招 那就是通过静脉注射麻醉药物 来达到一个全身麻醉的作用 这个叫做梳眠麻醉 那整个梳眠麻醉呢 你是在睡眠的状态 所以整个过程你是感觉不到任何的疼痛 那么与之相对的前三种方法呢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你是全程清醒的 那涂抹麻药和吸入麻醉气体 在这之后呢是可以自己开车回家的 吸入住上麻药和梳眠麻醉之后呢 我们建议不能自行开车离开 而需要有人接送 以上就是我们力之力医学美容中心 有效缓解超伸刀治疗疼痛的办法 同学们评计都做好了吗 喜欢点个蛋 你每三分钟便每个人轻松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请留言点赞加关注 我是凯莉 我们下次见